大家好,我是洛洛 这期我为大家带来颜色曲线的讲解 下面这张图就是用颜色曲线调整出来的效果 可以把蓝色的天空调为偏青色 曲线除了处理明暗以外 还有别的功能哦 它可以单独对红色、蓝色、绿色进行单独的调整 一张彩色照片在修图软件中可以看成是 这三种颜色的明度信息进行混合叠加呈现的 所以在进行颜色曲线的讲解前 我给大家一张互补色关系图 大家可以截一下屏方便以后调用 在三条颜色曲线里调整的方法和明度曲线是一样的 只不过明度曲线是对这三条曲线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 颜色曲线则是单独对红、绿、蓝这三个颜色进行调整 那么在刚刚我分享给大家的互补色关系图片里 大家可以看到色彩之间是有互补关系的 比如说红、绿、蓝加起来等于三色叠加的白色 红色加蓝色等于阳红色 红色加绿色等于黄色 蓝色加绿色等于青色 比如说我在这张图中想要让天空的蓝色变成青色 但是又不影响画面中别的部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调整呢? 在互补关系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蓝色要加绿色才能变成青色 那么大的方向上我们应该调整绿色曲线 那么在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蓝色天空其实是这张图片的高光部分 那么我们就应该先提高绿色曲线的高光部分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调整一个点整条曲线都会被影响 所以我们要在曲线的中间增加一个点 保持画面中的暗部部分不被受影响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画面中的高光部分 就是天空部分变成我们想要的青色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得色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帮助到了你 你可以帮我点赞,转发,分享 让更多小伙伴学习到摄影之时哦 关注得色公众号 我会继续更新更多好玩的小技巧哦 也欢迎各位在视频下方跟我互动 我会帮助或解决到大家的问题 那么我们